院長 還有各位同仁 還有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昨天我有榮幸邀請 教育部的同仁 來我的辦公室解釋 高等教育的創新條例 對於裡面想要推動的 這個改變 還有台灣急需 創造創新的 這個實驗教育 還有高等教育的鬆綁 我給予教育部同仁高度的肯定 一個國家的 教育政策是 國家未來發展的基礎 在這看到高等教育創新條例呢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漏掉了 我在這邊想要特別呼籲 就是技職體系的 這個轉型 台灣的技職體系在過去因為大學 鼓勵升等的關係 全國現在竟然有112所 研究型的大學 而許多該培養我們製造業 中間人才的技職學校 反而轉成研究型的大學 老師大部分時間 可能在寫案子要拿預算 學生被迫沒有在做 實際上實務的操作 他們出去也找不到工作 這樣子的一個轉型 造成了整個技職體系的崩壞 製造業人才的中空 造成了企業找不到員工 學生畢業之後 找不到工作 我想在高校創新的未來裡面 我強烈的要求 把技職的這個轉型也納進去 另外我在這邊也呼籲 教育部提出一個更積極的作為 在這些創新的條例裡面 不只去鼓勵學校的整病 更要嚴格的監督 避免在整病退場的過程中 有許多失效 弊案的產生 那另外那些比較 表現不優良的學校 他們該讓他破產 就讓他破產 讓他可以直接 不要受到政府的補助 然後讓他可以變成 破產的這個機制 另外台灣在過去的 這個教育體制裡面 一意的追求頂尖大學的排名 然後一意的去追求 這個論文的發表 但是在這個用已自學的年代 我們還要強烈的追求 學歷和學位嗎 我強烈的呼籲 在高等教育創新條例裡面 在學位還有學歷的這個要求上 能夠以實作 而且符合未來需求為主 謝謝 謝謝徐委員 現在請陳委員 移民